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下饭神剧《孤独的美食家,井枝头五郎的灾难》第三四集 这天五郎正兴致勃勃地研究饭馆橱窗里的美食 飞鱼、天妇罗、寿司、荞麦面,而且还有多种盖饭 五郎的口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他决定今天就吃这家了 哪知刚要进去,发现门上挂着个牌子 原来这家已经打样了 原来里面吃饭的不是客人,而是店员在吃员工餐 五郎无比失望,只好另找他家 一看到员工餐,他突然想起上次的经历 那次快闭店了,五郎才匆匆赶来 问还能不能点餐 老板说虽然打样时间马上就到了 但现在还能点,五郎赶紧坐下 漂亮女店员给他端来茶水 并甜甜地让他看白板上的菜单点菜 五郎抬头观看,上面写着有 未曾青花鱼,盐烤青鱼,炖煮汉堡肉,鸡肉盖饭,炸牡蛎等等 五郎看得心花怒放 他举手点了个未曾青花鱼套餐 哪知女店员说青花鱼卖完了 老板说鲑鱼套餐倒是可以马上就做好 五郎忙说那就点这个吧 女店员说小菜只剩下纳豆了 五郎说纳豆就纳豆吧 虽然没点到心仪的菜 但都快必店了才来 有的吃已经很知足了 漂亮的鲑鱼肉在烤网上炙烤着 而女店员给五郎盛着汤 很快就给他端了上来 鱼肉米饭纳豆小菜未曾汤 这怎么都算一顿完美午餐了 鲑鱼肉肉质鲜嫩 颜色诱人 五郎夹了一块送进嘴里品尝 炙烤后的味道更添浓香鲜美 高蛋白营养丰富 五郎一口鱼肉一口米饭的搭配起来 再喝一口传统口味的味噌汤 五郎不禁满意的笑了 胖店员问今天的员工餐吃什么 老板说有特制奶油蔬菜浓汤 米兰风味炸猪排 鲑鱼和乌鱼子杂会饭 五郎一听愣了 心说这员工餐也太丰盛了吧 此时女店员把暖帘收了进来 而老板做好了特制奶油蔬菜浓汤 切好炸肉排 让两个店员先吃 五郎一看这员工餐也太美味了 每一道都水灵鲜火 像极了他最初的梦想 米兰风味炸猪排 金黄脆嫩 奶油蔬菜浓汤 浓郁寒香 鲑鱼和乌鱼子杂会饭 能点燃所有食欲 美女店员说 今天的员工餐怎么这么豪华呀 她夹起一块炸猪排 松进嘴里嚼 立刻大壶好吃 说这个酱汁也太美味了 五郎禁不住偷眼观桥 心里馋得要命 女店员又吃了口鲑鱼和乌鱼子杂会饭 说这个乌鱼子放的也太多了 五郎狠狠搅拌着纳豆 心里愤愤不平 自己的饭菜跟人家比起来太寒酸了 随着美女店员边吃边发出恩恩啊啊的赞美声 五郎的搅拌速度也越来越快 可怜的纳豆跟人家的菜比起来 真是越比越自闭 就连烤鲑鱼也变得干巴巴的了 五郎往纳豆里倒上酱油 搅拌一番后倒在米饭上 开始一口口往嘴里扒了 自我安慰的想着 又是鲑鱼又是纳豆 还有味噌汤 这已经很好了 但当他扭头看到女店员 吃着特制奶油蔬菜浓汤 那种陶醉的表情后 他只能狠狠的往嘴里扒饭 然后继续扭头看女店员 将炸猪排放进嘴里 表情更加享受 五郎简直度火中烧 禁不住呼呼的喘着粗气 最后他彻底崩溃 根本无法集中精神吃饭了 此时老板端了个蛋糕出来 五郎瞪大了眼睛 射出两道不可思议的光芒 就听老板说 家奈子助你找到工作 美女店员忙说谢谢 五郎这才明白 人家是为了庆祝找到工作 特别安排的丰盛员工餐 他顿时就释怀了 还以为老板有好东西 不给客人吃呢 老板真挚的对女店员说 这么长时间以来 感谢你的付出 而美女店员说 在这里度过的日子 让他很开心 接着老板还跟五郎说抱歉 说他们太吵闹了 说是因为今天 是家奈子兼职的最后一天了 五郎很礼貌的 对家奈子表示祝贺 说他很不好意思 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 美女店员和老板 忙邀请五郎过来一起吃 这天五郎又在橱窗前 对刚出炉的面包 响入非非 跟个渣男一样 看哪个都想咬一口 女客户见他一副 蝉闲欲低的样子说 井志头先生 您要尝尝面包吗 五郎忙说 要不咱先谈工作吧 女客户说 没关系的 说您尝了我们的面包 能更直接感受 我们店的风格 可以更好的 为我们策划方案 五郎一听也对 于是就开始 选喜欢的面包 他要了蜜瓜包 奶油面包 牛角包 大力红豆面包 红豆黄油 夹心三明治 还有本店招牌 草莓奶油螺旋面包 以及田园三明治 还有吐司面包 女客户惊愕了 心说 您这是跑我们家上货来了吧 而五郎突然醒悟 自己已经在女客户心里 变成了一个 贪吃大叔的形象了 这让他不由的 想起一段 类似的经历 那次他去一家公司 提交了设计方案 临走时 突然看到公司里 竟然有个食堂 小伙说 他们社长很在乎这方面 所以建了个食堂 说附近公司的人 也经常来吃 他邀请五郎品尝一下 小伙向五郎 推荐了每日套餐 然后就回去工作了 他问 今天的每日套餐是什么 厨师说 肉类是鸡肉叉烧 鱼类是烤咖喱未曾青花鱼 而五郎要了肉类的 这一套看起来相当的不错 颜色搭配很典雅 尤其那个鸡肉叉烧 颜色显得很高级 五郎满心欢喜 先从三种配菜开吃 他夹了一块子 放了血鱼籽的配菜 嚼起来口感很妙 脆脆的还沙沙的 像走在白色沙滩上 接着他又加起 韩式拌菜来吃 同样清脆作响 满嘴维生素疯涨 而那个鸡肉叉烧 实在太漂亮了 那肉嫩的就像 睡眼惺忪的朝阳 懵懵懂懂的初恋 五郎激动的加起一块 刚要享受 突然刚才的小伙和同事 端着餐饭过来 拿着平板说 他们刚才修改了一下 让五郎给点意见 五郎只好放下初恋 接过平板看了眼说 挺不错的 小伙说 有公司食堂很方便 吃饭的时候讨论方案 就相当于午餐会了 说完两个小伙就讨论起方案来了 五郎不喜欢吃饭时谈工作 因为吃完再谈 工作也不会跑了的 他夹起一块 光泽诱人的鸡肉叉烧 刚要下嘴 俩小伙又给他看方案 五郎笑容僵硬的说 这不挺好的吗 俩小伙说 那我们就照这样推进了 五郎环顾四周 发现大家都在边吃边工作 不禁凯探 自己还是喜欢一个人 安静悠闲的吃饭 不被打扰 吃出真我 吃出孤独感 于是当俩小伙又问他方案如何时 五郎说 能不能工作归工作 吃饭归吃饭呢 说这里的饭菜特好吃 等享用完再工作 效率会更高 俩小伙很尴尬的笑着说 五郎说的没错 说他们也要向井之头先生学习 先吃好饭再工作 然后两人就开始吃饭了 哪知刚开始吃 突然来了个电话 要什么日程安排表 俩小伙立刻跑去工作了 五郎愕然 但很高兴 终于可以一个人安静的吃饭了 他夹起鸡肉叉烧 用小眼神确认 再无人打扰后 一口松进嘴里 嚼了两口后 顿觉味道很不可思议 相当浓郁 口感也很扎实 这只鸡生前 必定是只踏实的鸡 他又夹起一片 卷起米饭吃 冰冰凉的叉烧 热乎乎的米饭 配成欲罢不能的口感 五郎今天算是口服爆棚了 接着他夹起糖心蛋开吃 蛋香饱满 在口腔里坍塌米散 说不出的美妙滋味 他看到小伙的餐饭 真想抢过来吃掉 但理智警告他 要三思而后省 此时小伙还在跟客户 进行电话沟通 另一个小伙则在电脑前 悄悄打打 川流不惜模式 将配菜 味噌汤 叉烧肉 不停往嘴里送 他对这家公司食堂的饭菜 那是相当满意 最后他把三种配菜 和鸡肉叉烧 都扒了到米饭碗里 然后连菜带米饭 一起往嘴里填装 吃完后 又把味噌汤一饮而尽 整个人感觉舒爽极了 而刚吃完 那两个小伙跑过来 说刚接了个电话 要临时变更规格 想听听五郎的意见 并让五郎去会议室详谈 哪只店员走过来说 您点的山椒碎肉咖喱做好了 和风阿富加朵 稍后给您上 五郎忙说 一起上吧 俩小伙满脸懵 尴尬的说 您的食欲太旺盛了 他们被五郎对食物的尊重感染了 决定吃完再工作 于是两人坐下来 跟五郎一起吃 五郎边吃边后悔 看来自己这贪吃大叔的形象 算是给客户留下了 本集中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咕嘴白下次见 有猴